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任叙他就是不相信我呢 思琪 你也别怪任叙了 看待别人的感情呢 永远都是站在客观的立场 道理谁都懂 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咱们身上 咱们也会混淆不清 但我已经表明态度了 他还想我怎样啊 这个感情问题呢 就跟眼里进了一粒沙子是一个道理 谁的度量都没有那么大 除非不爱了 也就不在乎了 眼下 你是不是跟我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我没有 我就是跟你讲这个道理 那你说 我要做点什么 才能消除许墨尘在 人叙心中的魔咒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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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多累 我一定要成功 这个傻子 该不会为了跟我赌气 真的拼命了吧 喂 哥 有花 好 我马上到了 马上 这么晚了去哪里 我去哪儿 你管得着吗 我为什么管不着啊 从你那天上了许莫辰的车 哥 你就失去了这资格 仁煦 我不想跟你啰嗦 说过 你说了 我把你敢放了 我去哪里 我把你带死我 也不想 我把你抓住 自己的身体 来 这是心梦的设计稿 我希望你能够 尽快启动海外宣传 先进行预热 放心吧 丁总 一周之内 一定让你看到成果 那就麻烦你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文医章 信母的设计稿已经定了 你们的团队 可以开始作业了 喂 丁总 喂 周琴 你请先来的网络销售经理 到会议室等我 我们开个会 是 丁总 叶思琦 叶思琦 周琴 干嘛 丁总请你一会儿 去会议室开会 知道了 严夏拒绝回DI 制作样衣 闻笑知道吗 我暂时没告诉他 以免他分心 严夏和闻笑 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突然这样子 可能是因为信母 我最近跟闻笑 走得比较近 严夏有所误会吧 有可能 之前我带严夏 去找聂思琦的时候 谈记过我们过去 我跟他说 不管我怎么努力 都无法取代 闻笑在你心中的位置 但我越这样做 闻笑离我就越远 吴总监 你跟闻笑 有那么多 共同的经历和回忆 你放得下吗 说实话 真的让我放下一切 还真有点舍不得 毕竟 沐总监 信母 有你和闻笑 已经足够了 样衣的部分呢 唐总也可以完成 可是消逝光年 是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不想因为信母 放弃消逝光年 所以 严夏现在肯定以为自己在信母是多余的 所以才会想退出 成全你和玩笑 灵珊 这件事你一定要和严夏说清楚 不然 我知道 可是有时候光凭我说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想个办法 严夏 你怎么不去迪埃上班呀 迪埃有闻笑跟慕总监 我去干吗 我怎么听这话有点怪怪的 有吗 当然有了 想当初 是你支持 闻笑回地埃帮忙的 你把那个私人定制的设计稿 都给了那个慕灵珊 暂缓了私人定制 照道理啊 你现在应该是全身心地投入 去帮闻笑 你看你 妈 如果我全心全意投入戏目 那制衣铺谁来管呢 闻笑在迪埃 我在制衣铺 这叫各负其责 好了我不想跟你说了 我要去制衣铺了 自从闻笑回了迪埃之后 这孩子怎么变得怪怪的 天哪 不会是闻笑跟那个慕灵珊 又死灰复燃了吧 网笑方面你有什么想法 喂 我现在完全没有心思啊 丁总 能不能 请你帮个忙 说 是这样的 任旭他不想我来迪埃上班 是因为怕我对许墨尘 又再度死灰复燃 为了证明我不会 所以我想请您也让任旭来迪埃上班 再说了 网销部门也少不了配送环节嘛 你说是吧 你是网络销售的经理 网销这一款全由你说了算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过 前提是你必须先向我提交网销计划 没问题 我马上就能交给你 我现在继续找任兴 女善 严下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怎么 不放心我啊 没有 不是不放心 是因为现在海外宣传这一块 艾雷娜已经开始着手了 聂斯奇也马上要提交她的网销计划 我不希望杨一的制作 耽误了发表的时间 杨一的事情你放心 我会在继线内完成的 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任婿 许莫辰你跪了吗 任婿 你真的误会了 误会 你敢说你之前欺骗聂斯奇 都是假的吗 啊 徐莫辰 如果你真心喜欢聂斯奇 我可以退 我有自知之明 我没你有钱也没你帅 但是 我至少比你有骨气 任婿 我承认 之前都是我犯的错 我也诚心向你道歉 但是聂斯奇来迪哀 纯粹是为了当网销经理 而不是因为我 你误会他了 我不是啥子 我不会相信你那些鬼话 聂斯奇他就是单纯才会相信你 我不想看见你 请你 立刻消失在我视线里好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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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这任逊 这个时候为什么关机呀 闻笑 给自己放一天假吧 毕竟工作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我知道 你为了迪爱的上市 赌上了私人定制 但是 如果完成了迪爱的上市 实现了对你父亲的承诺 却失去了严夏 这才是你人生最大的损失 迪爱一直都是你的包袱 而萧氏光年 却是你的归属 我不希望你因为信慕 失去跟严夏共同的梦想 不要让我曾经的不安和怀疑 发生在严夏的身上 你跟严夏的感情一样 欢迎光临 你怎么不问我需要改什么 你很好 没什么需要改的 需要 我需要改变我对感情的认知 严小姐 你愿意帮我吗 放下手边的工作 跟我来一场真正的约会吧 你应该 eagle 年天主席 老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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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因为工作忽略了你 我跟灵珊既是朋友 也是搭档 虽然我们两个共患难过 那也只是友谊 可是你不一样啊 我们两个有着共同的愿望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永远都实现不了 upfront 嗚活 嗚活 魂 魂 啊 啊 喂 哎 不好意思 今天下雨出了点意外 不是 哎 您您别取消 千万别取消 喂 喂 喂 哥 不是 我说你怎么回事 送个皮子还让客户群要订单 我跟你说啊 这个单不算 损失你来陪 不是 哥 你听我解释 真出了点意外 哥 你听我 喂 哥 哥 我真的努力 你没看到吗 为什么还要跟我多对 告诉我啊 我坐哪儿了 我敢爱不行啊 可是我不会这么努力 都留不住我爱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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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怪我 但生气 总比生病好吧 任煦 我是不是很任性啊 是很任性 不过 都在我可接受的范围 如果许墨尘他真的骗我的话 我肯定帮你出这口气 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就是 是 世友 任煦 谢谢 你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有点饿了 你给我找点吃的来 马上去办 马上去办 这人哪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所以你不要纠结 没用 放开心胸 大不了从头来过呗 真的可以 从头来过吗 当然可以了 那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 聂思琪啊 感情 不是人生的全部 不要把自己 关在感情的牢笼里 你何必为一个 不在乎你的人 伤心难过呢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会让在乎你的人担心 谁会在乎我啊 言下呗 还有 还有 还有还有我这室友 你喜欢我啊 这怎么说着 只有室友关心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但是我的心思全在许墨诚身上 所以你别再掺和我和许墨诚之间的事情了 不然的话 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我说过 你喜欢谁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无权感受 我只是不想 你被许墨诚骗 被他耍得团团转 那如果我愿意呢 只要你不后悔 就随你 毕竟 年少总得轻狂一次 我很清楚 你的选择条件 我根本不在选项中 所以 所以 我就特别想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陪在你身边 照顾你 呵护你 但是 在 这人出现之前 只要你不嫌弃 就由我 暂代他做这些事 你不能回家 你快选了 不信哪 我不信哪 你乔了 不信哪 你答应呢 你不信哪 你会说 你不客服 你不信哪 你不信哪 你你不信哪 你不知道 我看了有多心疼 我知道 达不到你的词偶标准 所以 你问我是不是喜欢你 我不敢承认 说实话 我想努力成为你的选择 真心希望 还爱得起 哪怕到最后 你不属于我 我不后悔 只要 我为你努力过 只要 啊 我不需要你可怜 神絮 我跟你说过了 你是不是要借机取消我 我没有可怜你 也不会取消你 在我心里 没有任何人都取代你 我去迪安上班 是因为我看你那么辛苦 我想替你分担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 我该也不去 任逊 如果你对我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了 那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都没有用 任逊 我现在开心就好了 别勉强自己 你对我做做的一切 我会永远地记在心里 我会永远地记在心里 每个人都不愿意 你怎么那么傻 我没有简单拓置钱的外卖 你要商量怎么办 我心得的 不是 任逊你根本不需要证明什么 因为在我心里 只有你 我会终着抢旧分 燕雪 你坐这儿干嘛 昨天都遭到投诉了 所以今天都没活了 不在这儿再能干嘛 上班 你自己去吧 我可不想送你上班 然后撞见了许墨尘 那我通知你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直属部下 所以你不仅要送我上班 还要替我干活 要不撞见许墨尘吧 还真挺难的 我去迪安上班 这边有什么需求呢 我们都会尽量配合的 但至于刚才提到 在节目录制中 我们要提前展示 新的样衣的部分 我们恐怕不能答应 毕竟 毕竟发布会之前 还是保持神秘比较好 王校经理 来上班了 你好 你好 这位先生是 是谁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四姐 别拉着我 你不知道他有多讨厌 之前就一直看我不顺眼 为难我 还嘲讽我 需要我帮你刷卡吗 王校经理 不用 借有卡 不好意思 我怎么觉得 你对那前台妹有敌意啊 怎么 你想替他抽气吗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别 别乱在啊 那就别替无款紧要的人 说好话 我说啥了 我就觉得你对前台妹 前台妹 前台妹 你是不是对那前台妹 有意思啊 聂四姐 丁总在上面等你开会 你赶紧过去吧 好 我跟你说 你好好待着等我啊 难道别去啊 那又这么说定了 我去安排一下 晚上见喽 好的 我们晚上见 你也来地下上班了 哼 来上班是次要的 盯住你才是主要目的 是吗 别对私欺动政和外心思 一切都逃不过我的法眼 江南的日程改到了晚上 刚好我可以趁发布会的这个机会 做一个网络直播宣传 好 那交给你了 不行 刚刚思欺对你的前台妹太不礼貌了 我得帮她道个歉 那个 对不起啊 思欺平时就是打打烈烈的 但是她是无心的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你是 我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职位 但是应该是网络销售部 那你跟网销经理是什么关系啊 我跟她是男女朋友关系 怪不得 你刚才对许先生那么没礼貌 原来是有原因的 什么叫有原因 你都不知道她办的那事 任逊 我身边的这位美女设计师呢 就是DI集团旗下新品牌 信木的原创首席设计师 慕玲珊 同时呢她也是DI集团的设计总监 大家好 那既然原创首席设计师已经在我身边了 我就要替大家问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 能不能告诉一下我们 信木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信木是时尚先锋跟传统工艺的融合 以中性为主格 使服装不受年龄和性别的限制 采用简单的解合美学和不同的基礼面料组合 摒弃拖沓多余的浮躁装饰 在欧美风中加入中式的木元素 从而体现出一种非传统视觉的现代美感 我原本以为加入中国传统设计元素的这些设计 穿上去呦 会显得太保守或者是太民族风 没想到穿上去的整体效果 让我感觉在Fashion Week 江南的栏目 这一期的收拾很高 不仅如此啊 网络关注度也上了热搜 现在最重要的是场地问题 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地空间非常大 但是结合创意 用创意填满空间可能会有不少的成本 这里呢国际众多奢侈品牌 还有欧美很多品牌 都喜欢在这里走时装秀 另外一个场地呢空间不大 但是却很有个性 是很多潮牌做时装秀的首选 我个人认为不错 文肖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几个场地都不太合适 我们先把场地的事情放一放吧 杨艺堂总那边已经送过来了 现在最主要的部分 还是你 言下 好 好 这一部分我在消失光年就可以完成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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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